仍然沒有遇到那位跟我絕配的戀人 唉 要找絕配的戀人 其實不難 現代愛情問題可以用現代手段去解決 我們就派記者體驗一下 你今天來做什麼? 我今天來找真愛 因為有一間公司說可以 憑你的DNA口水 淡口水也可以找到真愛 我來試一下 不如試一下 DNA口水也可以幫你尋真愛 想不到Black Mirror的情節 現在真的發生在現實當中 2007年有瑞士公司用基因作情侶配對 有香港情侶配對公司都參考這個做法 在配對者的口中抽取HLA基因 還說如果兩個人的HLA越不同 大家就越合 記者現在就去實試一下 到底可不可以憑一口口水 尋找到真愛 我本身也沒有什麼希望可以配合 因為其實就算不夠自己的條件 她本身說陪隊員的年紀也比較大 我已經順風都準備好 順風準備好是塞進去 我不做了 好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後腔棒 對 少少力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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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啊 好 還是要放掉 可以 都順尷尬 譬如聞到一陣味就很想和它繁殖 HLA除了影響體味之外 其實它也影響我們滅力系統 輾轉的發現 就是原來那兩組基因越不一樣的話 它們的吸引力就越大 配對公司由香港人全資擁有和營運 團隊就包括註冊化驗師和輔導心理學家 因為剛剛正式營運了一年左右 所以暫時沒有成功的結婚例子 記錄裡面基因最夾的一群是69% 而平均數是31% 基因配對率超過30%的對象 相處的時候就已經可以上談甚歡 但是也有一些天生的毒L 無論它怎麼配都只有個位數的配對率 不是說成功的機會率就是零 在這班客戶之中 其實它們都會去反映它們的異性緣 相對上都會比較弱一點 配對率比較高一點的客戶 他們可能見面的時候 聽得很投契 那頓飯吃了很久 我們去到11、12時才能聯絡得到 讓他們去追蹤 雖然配對公司就不太方便透露 他們目前有多少人試過這個DNA matching 但是他們就說每個月的會員人數 都有雙位數的增長 但就算基因配對率已經夠高也好 他們就說香港人比較現實 所以除了基因之外 還會結合對象的要求條件來進行配對 的確是有一些我跟他很投契 但基於某一些家庭背景 或者可能是收入方面 建議我們再幫他去密識另一位對象 我們的客戶大概是有30至40多左右 他們自己本身都是一些專業人士 而他們的職業中未必太多異性 未必太懂得怎樣跟異性進行溝通 很多都是很簡單 只是想要一段穩定而長遠的關係 原來好像記者一樣 抽一次口水做DNA測試 加上一次配對就成為$3899 如果要加上輔導心理諮詢 和三次的配對機會就要$5899 記者 你這次有賺 我們今天主要想探討一下 你對於感情的看法 其實我一看他的playlist 都已經知道大概他是一個什麼人 例如他可能會聽到什麼歌 或者他可能會聽到一些大台主題曲 其實都知道他是沒有什麼品味的人 就可以直接練 經過基因採養和輔導心理諮詢的環節 記者懷著一火忐忌的心 等著結果出爐 很想看看那個刻在基因中的名字 那一位對象到底是怎樣的呢 上次檢查完這個DNA去化驗之後 等了那麼多日追到結果 我現在就很緊張 就可以來看我究竟 什麼人能配合到人呢 好 那我們走 之前談完之後 你覺得我能配合到你們的 那些女生的機會大不大呢 因為我們其實是結合先天及後天的條件 再幫你去找一個合適的對象 可能女生未必喜歡一定是高過自己的 甚至有些女生說 我不一定要選帥哥 拆開這個信封 我再告訴你 這位其實她的對象 大概的條件是多少 即是有對象 就沒有的 對 只是配對率而已 緊張 但這個數字好像這麼高 首先恭喜Sam你 因為其實 你在我們單身的女士的Pool裡 找到一位配對率都比較高的女士 56%不要以為是很低 或者剛剛好過一點 其實她也算是很高 她最高的只有69% 第一次看到已經是互有好感 第二次已經是約出來看電影 第三次吃完飯 沒多久之後就一起拍拖 所以其實56% 是很有機會發展成為情侶的數字 我直接說 其實她是比你長11年的 其實她是比你長11年的 還有其實她的收入都比較高 而你是剛剛出來社會工作 因為她都已經 你不用努力 她已經去到management的level 是的 在marketting來說 所以就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女士提供的 即是要求的一些集合條件 可能你們兩個就未必是太過 fulfill 得到的 是不是沒得見她的了 在年齡層方面 其實就真的有一個距離在 我們的記者遲了10年出生 所以連真愛的一面都沒見到 就被拒絕了 好了 到底基因甲的人 相處起來是甚麼感覺的呢 記者就沒有福體驗了 不過她就找了一對 拍了五年拖 差不多談婚論的 人人都認為她們很恩愛的情侶 來測試一下她們的配對率有多高 如果DNA是隔離的話 一眼相處起來會 好像有些體味吸引到你 但一眼就沒有 現在好像變了平穩了 不會像以前的熱戀期 但現在就變了家人的感覺 平穩了 因為對方肥了 所以穩定了 踏實一點 我們準備了一些關於對方興趣 或者生活習慣的問題 測試一下你們夠不夠配 你喜歡留在家還是放假 故意想留在家 你最喜歡的是甚麼地方 日本 最深刻的經歷是甚麼 我覺得她沒喊到膠已經很深刻了 她喜歡吃甚麼 不選擇飲宅吃 喜歡吃叉燒炒蛋 喜歡吃甚麼 喜歡吃甜品 這個門會闊了一點 不要這樣逼死我 好不好 應該不是很合適的 我們的結果 我們本身就不是很合適 出來會不會有很多次 銀煮銀煮的 如果不合適的 我就不會了 今天主要就是揭曉 基因排序的結果 那個合適是多少 基因越不一樣的話 分數出來的結果就會越高 其實這個顯示你們一般相處 其實就是女士朋友的模式 相處 OK的 高於我的老公 高於我的老公 究竟用基因來做愛情配對 是否可能 而配對公司用來做基因配對的HLA 又是甚麼呢 它本應是一個關於免疫系統的事 這是一個病毒 當它感染了這個細胞 令到我們的T龍巴細胞 就可以認到 就可以將這些被感染的細胞殺死了 就可以起到一個 immune protection的作用 其實檢查到不合適的機率是很大的 本應的HLA 你跟另一半的HLA差越大 那你下一代的HLA 更加會多元化了 就代表它的免疫系統會更加強 即你是說可能Millions 所以其實你可以選擇一個很 就是一模一樣的HLA 但基本上是沒甚麼可能 我會覺得 合不合適的 可能會跟性格的關係 比跟HLA的關係大大 這種一問 就令人想和對方繁殖的HLA基因氣味 記者就沒有問過了 但無論如何都好 真愛當然是越多渠道找到就越好 我原本聽到跟我很合的 對象是一個人工很高的管理層 我連辭職信都準備好了 誰知道我的條件是不適合她的 所以還是繼續回去做事 記得訂閱果子啦 還要按鈴鐺